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一首歌 陈奕迅的《你给我听好》 这首歌质量非常高 不光是词和曲 你看唱这仨人 对吧 Jerry 林熙 还有陈奕迅 都是顶级阵容 说这歌难点好像就是在后面的高音 听上去好像像浑声不好唱 仿佛就这么一些难点 但是其实熟知我们的小伙伴都知道浑声 我们作为唱歌的人来讲 我们一定要分清楚真和假 所以这个歌其实后面的时候是真 无痕迹转假 真假声连接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其实难点并不在于此 难点在于它的细节特别的多 这个歌 所以我们非常慢的给大家边弹 边带大家体会这个细节 看看到底应该注意什么 体会这个音乐带来的感觉 你看看大伙儿合照 就你一个人没有想 是我们装傻 还是你真的 跟说话差不多啊 有许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 注意这个和弦 体会体会哦 纠结的 我才懒得给你解药 反正你爱来这一套 为爱情这样 难道 难道不是你 一直以来解不掉的癖 我会放在我 贝好 啊 提会提会 提会啊 一直以来解不掉的 患难 癖好 活度 你在想谁想到睡不着 是应该觉得骄傲 对不对 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 只是想睡个号角 别炫耀 所以B段它听起来怎么样 很连贯 直到最后一句 只是想睡个好笑 别炫耀 别说你还好 其实高潮来了 但是其实感觉还没有像高潮 像整个叙述段一样 没什么不好 你就愿日子枯燥 没什么烦恼 恐怕就想到 什么生存意义 想到没完没了 你给我听好 想哭就要笑 这个是什么 这是假声吗 对的 声音靠后啊 你给我听好 想哭就要笑 其实你知道 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 新的刚来到 旧的就忘掉 渺小的空宿 只是你想要的 胜过 然后紧接着 然后紧接着 你在想谁 想到睡不着 后不就继续 弊断 继续 高潮 这个过程 其实是一个老朋友跟你讲话 跟你讲故事 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大家在慢慢的体会当中 要体会细节 这歌千万不要唱快 说我跟着伴奏唱 速度是一定的 那好 那你也要有收和放 我们指着收放 其实是律动上面的细节 这个律动 有的时候大 幅度大 你在想谁 想到谁 大的律动 所以听起来呢 给人一种很流动性的感觉 所以律动的幅度大 但是有的时候 律动幅度小 别说你还好 没什么不好 停顿 你就愿日子枯燥 体会和弦 没什么不好 所以这个强和弱对比 这个歌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歌 基本上 除了高音和低音的对比 我们现在只能说一点 那这个甲声 其实转过去的时候 声音位置极靠后 极其靠后 所以这个靠后的感觉 才能跟真声 融合在一起 其实 这个甲声的高度 真声也能完成 我们可以做到的是 真声 到真声的最须 最后转到甲声 这个过渡形式 我说真甲声 无痕连接 也就在于这 最后尾音 肯定是转到甲声的 所以这一点 大家要好好去练 好 基本上这个歌 说到细节就这么多 我们边唱 边体会 大家才有感受 好了 仔细练一练 就到这 再见 再见